百合自从在Requally 4播出后 这个题材的人气就再次引进人的速度快速升高 加上后续还有这水星的魔女和孤独摇滚的出现 百合更是一时之间成为了人门口中的流量密码 所以理所当然的我这个无药可救的百合控 一定要来推荐更多的百合作品 让更多人知道百合的魅力之处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龙 今天这部影片要来推荐几部我个人相当喜欢的百合作品 而且其中的作品连载日期都是较为崭新的 因此就算是较为资深的百合控 里头或许也有你没看过的作品 当然一些以往大家公认的百合控必看之作 我就先不提了 因为我在之后会专门做一部影片来好好推荐 以防一些没看过的人错过那些经典中的经典 所以今天这部影片主要还是会注重在新作品身上 毕竟我相信比起那些众所皆知的作品 你们更想知道那些崭新的百合家作不是吗 呃虽然是这样说 但我还是会推荐一下以决定动画化的作品啦 另外其中的内容或许会有一点点的剧透 不过我还是会尽量克制 以免影响你们的观影体验 总之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是目前已决定动画 以及这部已在现今播出的百合作品 转身公主与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这部新翻在动画中的表现真的是相当出色 而且这不仅仅是原作本身就很有料 当然动画的系列构成度行也绝对功不可没 毕竟如此精彩顺畅的剧情编排与加以丰富角色魅力的细节 整体的有趣程度肯定也提升了不少 重点是爱妮丝和UV之间的情感更是无法闪避的超甜闪光蛋 前期或许还没那么强烈 不过随着后续的剧情发展 那个甜的程度真不是盖的 堪称真百合无物 况且本作在角色上的设定也可说是趣味十足 爱妮丝那没有王族风宽却充满着无限可能的音质 做事都会让人感到无比敬佩 而且巧的是爱妮丝和UV他们两人 一个性格乐天开朗 一个性格认真执着 刚好就接续了李康丽丝的百合风潮 虽然说没有像李康丽丝红得那么夸张 但百合这点绝对是有持续下去的 总之还没看的人赶快去看吧 别再等了原作小说相当推荐 个人认为的百合甜度是4.3 注意哦 这个百合甜度指的是我个人认为 目前作品甜的程度到多少 不是整体表现的评价 更不是拿来做优劣区分 而且百合甜度是会随着剧情发展变动的 所以任何作品的百合甜度 对我来说都有机会升高 百合是我的工作 漫改动画 本作品是即将到来的四月新翻 而剧情讲述的也便是女主角白木羊牙 其实是个性格自私自利的人 可因梦想是跟亿万富翁结婚的关系 所以在外时一直都伪装成 乐于助人的天使形象 因此就在某次他不小心撞伤 立背女子学院咖啡厅的店长后 为了维持形象的他 也就此成为了此咖啡厅的服务生 不过有趣的是 这间咖啡厅的服务生 都不需进行制定的角色扮演 一同扮演成虚构技术学院的学生 同时还要演出香香的百合情节 来取悦观众 这...这根本就是为了百合控量身打造的咖啡厅 真是无耻 肤浅 骗钱 地址在哪里我现在过去 于是杨牙就在这美妙的工作期间 与其中的一位店员领小鹿美月 开始了那又香又令人困惑的百合物语啦 老实说这部作品 在角色之间的关系上 设定得格外精彩丰富 一方面是因角色扮演的关系 使得多数人都像是有这两个面孔 另一方面 就是角色性格上真的很神经质 导致我在看的时候 都会觉得又香又想笑 当然这并不是在说不好看 纯粹只是漫画目前给我的感觉很八点档 想吐槽一下 而且如果要说情感刻画的优秀程度 本作也着实不差 特别是看着美月羊牙两人上下班的变化超级有趣 不过我也不否认女主角羊牙确实蛮糟糕的 但撇除这点 这部作品依旧是部百合家作 况且人家还是2018年百合漫画的第一名 算是有点东西的 总之如今动画即将播出就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百合甜度对我来说其实还好 2.5 方文社的四格漫画《心灵感应》 2022年10月6日宣布动画化决定 预定在2023年播出 至于戒情讲述的则是 中型宇宙极度怕生内向的女主角小之星海果 在认为地球上没有人能和自己成为朋友后 就转而希望与外星人成为朋友 所以就在某天海果就遇到了真实色分其实是外星人的名内忧 而这位外星人甚至拥有互碰额头就能感受到对方的能力 为此两人与后续加入的两位少女 也就此展开了百合插宇宙的青春故事啦 本作品的剧情我个人认为是蛮有潜力的 虽然前期都好像只是单纯的美少女贴贴 但在后续角色的情绪呈现是真的有料 即使是属于青百合的欢乐类型 依旧能感受到主角所处的无奈心境 特别是以四格漫画来说是真的厉害 互相触碰额头的画面也确实很香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对电波 然后还有需要看到大概漫画第20话后 才会发现真正的精彩之处吧 总之所以说本作是本影片百合甜度最低的 依旧值得前去尝试观看 不喜欢看四格漫画的观众就等待动画的播出吧 百合甜度2.0 我的推是坏人大小姐 轻小说改编 2022年12月13日宣布动画化决定 同样预定在2023年播出 而剧情讲述的是女主角大乔林 本是个很喜欢玩女性像游戏的日本女性上班族 但在某天她就突然发现自己转身到了自己喜爱的游戏 Revolution的世界 并成为了游戏里的女主角林提拉 可和以往男女通知不一样的是 她最喜欢的角色其实是坏人大小姐克雷亚 因此欧遥射出道义世界与恶意千星疯狂贴贴的故事也就此展开 我个人认为本作品开局的趣味程度真的是相当之高 毕竟在看这女角无条件进攻克雷亚的场面实在令人无法抗拘 而且在持续的进攻下克雷亚也绝对会从傲娇变得只剩下娇 所以这种越看越香的角色关系我怎么可能不爱呢 况且这部作品根本就是近几年热门题材的结合体 拥有意志界 百合 恶意千金 还有某种层面的龙傲天 所以就算你们讨厌后期贵族与社会阶级一种种矛盾的剧情 以整理来说它还是一部很值得观看的百合家作 虽然动画PV让我有点怕 百合甜度3.3 恋语 清唱 漫改动画 2023年1月13日宣布动画化决定 而剧情讲述的则是牧野日局在高中录学时 就对新生欢迎会上的学姐招指仪一见钟情并对其告白 然而实际上日局是将对歌声一见钟情的情感 连同恋心搞混了 所以在那时告白的她并不是想与对方成为恋人的意思 但可惜为时已晚 一再察觉到这个误会的时候 早已对可爱的日局的一见钟情无法自拔 所以一位不太懂喜欢的学妹 一位想要证明自己爱意的学姐 两人超级无敌甜的青春恋爱百合物语也就此展开啦 本作品的画风真的非常好看 甚至可以说是我前几名有史以来最喜欢的画风 而且剧情的部分也相当精彩 除了日局合一各种的互动超甜之外 感情戏与角色之间的关系都是优秀中的优秀 堪称顶尖水准 如果要简单说明这部作品到底有多强 你只需要知道她在Yurina B的百合漫画总选举中 斩断了差点连续称霸五回的神作 终将成为你 虽然可能是因为完结的关系导致终将的人气下了一些 但能拿出如此优秀的成绩 就代表恋女清唱确实有着成为神作的潜力 百合甜度4.5 后续潜力满分 百合控的必看之作 好那么以决定动画画的部分就先到这 再来则是我私心推荐较为崭新近几年的百合佳作 尝试与女性朋友结婚了 Ussui Sio老师的作品 剧情讲述的也便是赖良久留美 因在对结婚感到终景又无望时 就被身旁的自有香泽流离子提出了同婚约定 彼此互相约定了如果在五年后 两人还是单身的话就再一起结婚 结果过了五年后 25岁的两人还真的成为了夫妻 因此也就此展开了那从好友逐渐变成自爱的百合物语 本作品很明显与其他作品不同的 就是他们是先在结婚后才开始渐渐真正爱上对方的 而其中的童虚日常过程就是让这部作品却贫重选的原因 那一点点更加了解彼此的剧情真的有够赞 虽然整体没有太多的肢体接触 依旧透露出满满的百合香 而且作者在发糖和胃痛这方面把握得相当之好 完全不会让你觉得这些百合日常过于平淡 写实程度也应该是本片最高的 百合甜度4.0 真的相当推荐 温热的银莲花同为方文色樱幕莲老师的作品 而剧情讲述的则是大龟子杀 在前往高中升学考试的路上 遇到了病倒塞路旁的小观山珠白 导致自己错过了考试而深受打击 最后逼不得已才考上了住家附近的私立高中 但在某天 紫杀却发现珠白与自己竟是同所学校 甚至当天还因为珠白在上课时感到不舒服 就由紫杀把他带进了保健室 不过在保健室内 珠白就向紫杀投入出了自己不想身体虚弱的心声 紫杀也因为发现珠白与自己消沉的情况有点像 就提议了两人一起共同面对各自讨厌的事物 因此那即将战犯出比任何人都要灿烂的百合物语也就此展开 先说本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超甜赏光蛋 是的 比刚刚前面介绍的所有作品都还要来得甜 紫杀和珠白的心境刻画不仅是相当亮眼 还有着非常高的文艺程度 确认喜欢对方的方式更是让人无法自拔 而且胃痛的部分还是那种甜到靠杯的剧情 对 不瞎掰 本作真的是连胃痛都是超香的百合气息 甚至在胃痛完后也不是发点糖的程度 是直接塞爆你的嘴 让你不断的想要再看到更多 跟吸毒没什么两样 总之虽然喜欢的定义 确实没有比中将成为你来的那么有内涵 但论两人之间的羁绊与爱意是绝对不会输的 堪称百合控的必看之作当之无愧 百合甜度满分5.0 从梦中被甩开始的百合 Hijiki老师的作品 而剧情讲述的也就是 珊珊乐师某天在梦中 梦到被自己的青梅竹马群笑羊花甩了后 便意识到自己喜欢的人其实就是羊花 可殊不知羊花喜欢的人其实也是乐师 因此两人互相喜欢又不敢告诉对方 最后还是会在一起的恋爱喜剧也就此展开 本作品也就是那种会看得心痒痒的类型 不过是以好的方面来说 因为这两人根本就是极品极的烧货 各种互相尝试阔越友谊的行为实在有够香 搞到我都开始怀疑现实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而且虽然说是心痒痒的类型 但两人的情感关系也是有在共同前进的 完全不会让你觉得是在拖延进展 属于有在为爱做出实际行动 再说本作独占御和助攻成效的部分 相度更是直冲脑门 即使只是坐在大腿上 这娇羞的表情必然也会看得千欢万喜 总之剧情相当不错 只是美化的夜数有点少 百合天度4.0 没办法角色和剧情都很对我的胃口 我感兴趣的人不是男人 在CD店里遇到喜欢的小哥 正确翻译名称真的不知道到底是哪个 总之日语叫做 知番在意的人不是男生 本作品是心井 Sumiko老师在推特上连载的热门短篇漫画 讲述的也便是大哲林在CD店里遇到喜欢的小哥 其实真实身份是同班的布奇艳JK古和美月 为此两人从陌生人逐渐转变成情侣的百合物语 也就此展开 好啦 转变成情侣是我自己说的 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成为情侣的 总之 这部作品虽然是部美化只有四页的短篇漫画 剧情依旧是超级有料 热门程度甚至是男女老少通吃的等级 光是推特的数据就足以证明 他的人气到底有多高 而其中最让人为之着迷的特点就是 每月无意间的聊暴铃 是的 这部作品会让所有观众一见钟情的关键 不仅是题材相当有趣 每月的无意聊梅 也是最强大的魅力之处 不然心动这句话用在这部作品千真万确 不管男女同样会被他那帅气的神情言语 聊得不要不要的 而且本作在剧情与角色关系的安排上也完全不含糊 每一页都充满着精彩的要素 重点内容都说得明明白白 是一部管你是不是百合控都必须前去观看的作品 百合甜度同样4.0 苏美提作者已打算推出单行本 且在2023年4月19日正式发售 出版社是角酸卡都卡哇 现在就可以在日本亚马逊预购了 至于台湾会不会代理 我目前不清楚 但希望会 说了那么多甜的 是时候来一部胃痛作品了 贡谱泡沫练曲有阿玛老师的作品 而剧情讲述的也别是新川喜之枯 与朝乡下司共同度过最初 也是最后的夏天 这部作品虽然前期是有发糖的 还是不错甜的那种 不过接下来从头到尾 特么的都是刀的气息 甚至越后面越刀 但老实说本作却刀得相当好看 奇连元云除了作者会在剧情中塞进百合箱之外 故事中带出的心酸与心境变化都是极其优美的 是的在这里我会用美来形容他们俩的故事 不管是在叙述充满挫折的过去 还是那看似无望的恋情 在观看完后都会觉得相当优美 且令人感到无比不舍 就如同作品名称所说的 这是一首与你编织的泡沫恋曲 但竟然是如此胃痛的作品 为什么还要继续看下去呢 除了因为他们俩的故事是好看的 还有的就是我仍保有着那一丝的希望 简单来说 我还真心期望着那两人共同美好的未来 而且我相信如果有看过这部作品的人 也和我一样 毕竟目前还没完结 希望什么的还是依然存在的 再说不能因为他刀你就说不好看嘛 这不合理 总之我依旧相信这他们会一起度过难关 走向那美好的未来 至于是什么难关 说出来就不有趣了 因此就由你们自己全去揭晓吧 一起胃痛 赞 百合甜度3.7 好最后是我私心想放进来已完结的百合漫画 因为女校所以safe OG老师的作品 而剧情讲述的则是常折逃 在被自有奸缘欺赖长期强烈的进攻下 最终永远幸福在一起的超甜恋爱喜剧 直白点本作品就是说明了 如果女校JK认真贴起来会香到什么程度 虽然其中的某些内容现实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情 但看着他们两人的百合日常真的就是很香 属于那种一路甜到爆炸 记录经典的百合佳作 目前已完结所以有时间的可以一次看完 保证你会爱上这部作品 百合甜度加上后续外传的话 满分5.0 对在一起之后才是真正的实力展现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所推荐的几部百合佳作 不过除了以上这些我同样还有这很多想要推荐的作品 所以在之后应该也还会有百合作品的推荐影片 况且以往大家公认的百合空必看之作我都还没说嘛 另外在影片的最后我就来推荐一下 连我自己都还没去看的百合新作吧 直翻的话应该是一周买一次同学的故事 两人的时间借口的5000元 当然感觉叫一周一次买下同班同学那件事会比较简单 本作品是雨田雨佐老师的新小说 而插画则是由我超喜欢的绘师温米狗担任 目前还没有中文代理但可以期待一下 感觉很有料 然后最后一定要说的就是 所谓百合无限好而且相到报 百合的恋情永远比普通的恋情来得极为特别 今天我们先到这 新闻期的按资讯上顺便转向 且开启小铃铛也便能收到我第一时间的发片通知 当然最后也别忘了ShotFB点个赞 我们下次见 拜拜 顺便提 现在我的FB有众多的新翻资讯和一些废文 真的希望各位可以去按个赞 拜托了